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今天是2019年8月5号星期一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北股市跟亚洲股市 今天是继续性的一个拉回 那投资朋友你也会发现到 其实台北股市加全 或者是贵买中心 都还在年限以上 但是其他周边的国家股市 像韩国股市 其实他已经跌破了台北股市 今年1月份9319的那个点 包括像恒生 以及 日本股市 其实都是在年限以下的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可以这么强 重点是来自于内部的一个筹码 那现在行情的一个整理呢 最重要是来自于国际盘 今天早上的台北股市的起子来看的话 原先都还靠近平盘的位置 不过在道琼起子的下沙之后呢 向下破底之后 台北股市又再被拖下去了 所以关于这个行情呢 我们今天一样 盘是用一些数据来跟投资朋友讲 那这个行情 如果说你是订阅我频道的充实粉丝 相信我在两周前 就已经提醒观众 你要控制风险跟逢高减骂 当天在7月19号周五跟投资朋友讲 那为什么这么讲 也一定是有根据的 在我们系统上面 指数创新高 多方股票加速没有再创高 这是一个背离的讯号 那这个背离讯号在今年4月份 其实也有出现过一次 所以提醒了两周 讲完之后 你有5到7天 可以去慢慢调整 手边的持股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盘中的加减码 如果说你是我会员 这些数据 你盘中都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台北股市跌到年限这个位置 到底是危机 还是一个机会 那危机的部分是来自于外部 因为外部 不管是国际盘都比较弱 那包括川普跟 中美贸易战这之间的事情 今天中国又出现了反击 所以外部是比较不好掌握的 不过内部有些数据 看起来其实是没有这么差 选择权的部分跟大家做更新 今天的数据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维持在意义上 期货的部位 今天这个空单都有做一些回补 上周五跟大家谈到五大特定法人的部位 来到一万口的进空单 但是今天几乎是全面的回补 转成一个小幅度的进多单 所以齐全的筹码在年限这个位置 其实 法人向下去追空的一个力道 其实是没有 反而是呈现一个回补空单的一个情形 那包括台北股市可以比 周边国家股市抗跌 也是来自于筹码面 我们在7月的11号跟投资朋友报告 在这里的融资水位1200亿 其实是跟金融海啸 跌到3955 当时的融资水位 是一样的 那上周的台北股市 连续性的拉回 融资一样是继续性的减少 所以筹码面相对干净 只要外部的一个干扰因素或者是消息面 传来一些比如说正面的消息 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到台北股市 它的反弹的幅度 或者是速度 其实都比周边国家股市强 所以这个也是台北股市的一个机会 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在外部其实是有 存在一些蛮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来自于30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加 那这个是很多的消费性商品 包括台北股市的一个 电子产业的供应链 也会因此受到一个影响 现在你可以去注意7月份的营收 有些公司营收公告出来 其实是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谈的5G 3105的文贸 在最新公告的7月份营收是来到20亿 这是创了几乎是 最近以来的一个新高 而且这月增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也是 只有特定的产业族群是比较有机会的 我们不断跟大家强调 5G这个产业是今年跟明年 比较有机会 所以行情拉回来 其实你要逢低布局 还是在5G相关的一个股票 在这里4月份出现背离 指数创高没有再创高 呈现一波修正 修正之后台北股市破底在这里再度出现背离 就是 多方股票加速 超过空方形成黄金交叉 这是在6月4号的节目 跟大家 去做更新的 所以会员朋友可以更早 在5月底这个地方会知道 下一次出现这种背离讯号 适合出手的时机 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第一时间跟上 8月1号的YouTube 会员盘中会知道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多空的一个死亡交叉 因此最近这两天出现急跌 但是会员朋友在盘中就会知道这个数据不好 应该再去做减码股票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数据觉得要去做空 空头老师上礼拜跟你讲他大户全胜 可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股票 郁星光今天还是涨的 包括3324的双红 我们跟大家谈 这个技术面来看仪式是做头 我没有要大家去追 而是要跟投资朋友讲 有些股票的一个融资水位很低 你去空股票一定会有风险 那现在的一个盘式的拉回 重点还是在于指数 跌的比较快 但是个股的部分 如果你要放空 你还是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的 3504 阳明光 当时在这个7月19号跟大家预告 盘式 可能震荡可能待会没有去做空以来 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7月19号 当时股价在 96块多这个位置 今天已经剩81块钱了 假设你不做空 至少阳明光你要避开 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可以在YouTube这里 点选订阅 同时也点选闹钟 那也帮老师按个赞 给老师一些鼓励 那下半场我们要跟投资朋友分享 就是产业面是很重要的 网路上很多人跟你讲要价值投资 但是群创这段股票 我们在106年 9月18号 在这里急涨上来 我提醒你要调整 我们当时跟大家预告 明年的产业是衰退的 9月18号讲一次 9月19号再讲一次 当时的群创 都还在15块多这个位置 那一段时间过去了 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到 今天的群创是破底的 那我们并不是想要去打压股票 而是很多人会告诉你 群创 它已经低于禁止了 你应该要去做价值投资 去买进这档股票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不要错用价值投资的这个观念 价值投资是建立在一家公司是成长的 状况之下 如果不是成长的 其实任何价值没有什么用 你看到群创的禁止是在 25.46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 死报活报的原因 今天的股价 剩下 6.42元 因为这个产业是衰退的 所以在这里 我不断的提醒观众 你为什么要订阅我的频道 有些公司产业有问题 我会跟大家讲 106年 两年前就跟大家讲 这中间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带我们去买 所谓面板 因为大陆的产能就开出来 面板的整个价格都在往下掉 那你去做这种 衰退的产业 你认为它低于禁止 没有什么风险 你继续报 那这跟我们跟大家讲的 其他低于禁止的公司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之前的节目跟大家谈 8150的南茂 南茂今天是涨了2.34% 当时股价在5月份的股灾 它跌破了禁止 在这里我们是跟大家讲 这靠近禁止你不用去杀 那最后这股票涨上 还快要创前面的新高 为什么南茂可以这样涨 因为南茂它是成长的公司 它今年的本业获利会比 去年还要好 所以这样的公司 低于禁止 当然你不要去杀 所以这个就是 价值投资 你必须要建立在什么 一家公司它必须是要成长的 这个产业是向上的 这个整个 国际盘在呈现拉回 个股有筹码问题的 你一定要知道 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赖好朋友 利用赖的ID 搜寻 小老学权TEC 或者是扫描这个标签 最新的信用筹码余移民单 我们放在LINE的主页上面 如果说你是我赖好朋友 去年7月1号 礼拜天 我们告诉你 国际信用筹码有问题 你知道之后 其实隔天 甚至礼拜二 国际都有创高到1310 那哪些股票筹码还有问题 都放在LINE的主页上面 你可以加入来做观看 那我们会员都经过教育训练 会如何去判读 我们提供的大数据 以及这个盘式 我们每周都还会准备 这个所谓的投资组合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抢投资组合的重要性 这是7月28号的 投资组合里面的 3443的创意 会员朋友 请我分析 这个所谓的创意 创意之前是我们 投资组合的名单 我们把它拿掉了 但是我跟会员朋友强调 2007附近的一个创意 它的价值的反应 其实已经反应了 所以28号礼拜天 会员知道 29号的创意 当时是创高来到273.5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投资组合 到底有没有价值 AI这个产业 我们是看好 投资朋友也喜欢去找 强势股来做操作 比如说在这里大量突破了年限 这个技术面整个翻多 你想要去买这张股票 一家公司 他也会有所谓的调整期 还是他现在在成长期 以及你买入价位的问题 270块这附近的创意 其实是不适合买 因为他今年能够赚多少 明年能够赚多少 我们大概有一个预估值 所以我们会预估到 他的一个大概哪个价格的部分 可能不适合追 这个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所以投资朋友 这里的创意 我告诉会员不能追 那在这里跌下来 跌到某个价位的区间 创意 我们有考虑会去做进场的 那现阶段我鼓励投资朋友 做一些中期波段投资 整个行情跌下来 其实会创造一些机会 我们上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会员 用虚拟账户去看我们投资组合 设定的价位 如果有到 或者是来到这个价值低估的区间去买进 后面报酬率如何 都是领先大盘创新高的 包括跟大家验证过的 以及 不管是节目上跟大家谈过的 字邦 字翼 汉语博 朴峰 帽连 联发科 这些公司 联发科是不是在今年1月份的股灾 当时有创高 创 创造出 靠近200块附近的买点 我们会员朋友是布局在技术面稍微 稳熟一点 来到240几这个位置 待会没有去做一个布局 那包括像 晶圆电子 1月份的股灾 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出 很不错的买点 所以股灾下来 投资朋友有些股票 因此被打下来 有时候是个机会 但是你要能够选到 价值被低估 而且是成长的公司 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协助大家的 3491的 森达科 两尾 这些都是跟 投资朋友验证过的操作 这些股票我们也都出清了 也没有卖最高 但是打回来 什么价格可以适合去买 森达科 4月份的节目跟大家印证的 股票操作它是一个很专门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凭感觉 或者是网络上一些言论 你去做操作 这档股票第2期财报简长力好 我们7月10号要请你了 后续的涨不停 节目上跟大家公开验证的 一直到周五 我们跟投资朋友讲 开盘价附近这档股票出场了 今天这档股票也是往上涨的 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去选择出这些股票 市场的资金也认同 信用筹码 借券大额还券 融资减少 整个族群信在向上做轮动 因此可以去找到 向上涨不停的股票 再来给投资朋友验证 我们在8月3号的一个假日 给高价会友朋友新增一档股票 也是透过金流的方式 系统的方式 去选择出来 因为资金就是正在流入这个族群 选择了6510的金测 这是8月3号选进来的 金测这档股票 今天就攻上涨零板 透过系统化 资金的流向 以及族群信 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超越技术分析 那现在行情不好 我请你不要追高 而是当行情转好的时候 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选股 才可以真正的帮助 投资朋友赚大钱 以及反败为胜 如果你对于我们操作有兴趣 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直接来电跟上 那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看我影片下方的地方有箭头 点选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我们最新的汇影音 以及一档股票的持股解析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操作顺利 谢谢